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因为天气因素延后 拆除工作也会是24日气候状况而定 而封锡里核实验场内外界所熟悉的总共有四个坑道 除了2006年首次进行核实验的东侧坑道已经关闭外 历经第二次到2017年第六次核实验的北侧坑道 由于地面塌陷 外界认为已无法使用 这次会拆除哪些地方 北韩官方也还没对外透露 然而外界瞩目的不只是封锡里要拆哪里 川经会到底能不能成行 北韩不停放话呛瞎 一下因为美韩军演 一下又因为美国副总统彭斯拿北韩与利比亚相比 扬言要重新考虑美朝会晤 中方坚定地支持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 美朝领导人直接接触对话 这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 美朝一天已变脸 但外媒记者下榻的原山基础建设如火如荼建设中 倒是千真万确看在记者眼里 您好 好 谢谢您好 除了高丽航空增设新航线 葛麻机场由军用机场改建为军民两用机场 海岸区绿建筑拔地而起 度假村正在快速成行 未来可能打着废盒招牌大赚观光材 无论川经会或拆除核市场 北韩机关算尽 任何大捞一笔的机会都不肯放过 三十七五六六报道